因为我发现如果我把这个范围全部跑完 它会跑得非常的久 所以呢我最后把它改一下 1到10就好了 跑10个就好了 那10个跑出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地方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是等于是一排5个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这地方把这个工作 就是图表部分的话 我是每5个当一个单位 5个 5个 1 2 3 4 5 那因为我刚刚整个要全部跑完的话 它花了太多时间 所以我把它稍微程式改一下 那这里 稍微有点麻烦一点点 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Labs的坐标 那Labs的坐标的部分的话 我必须要判断说 如果它第一次 它是要 就是乘上 这个 我们要必须 这边要给它一个公司 那因为呢 我这个I一直会增加 它不是说 假设我5个唯一单位的话 那我就必须 把这个I原来的值 在Mod5 那Mod5的话 表示说呢 因为我下一个 我的位置 必须要做一个 位置的调整 那这边的话 稍微有点比较复杂一点点 必须在 把这个值 抓出来之后 那Mod的值 我减 本来原来的值是1 1减掉1的话 Mod5 那就是 0嘛 那0的话呢 再加1 表示说我第一次的Labs的位置 就是250 那250的位置 就是类似在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里 250的位置 加上250 那250的话 本来它就有 因为我 刚才有讲过 它原来的位置 就是在700的位置 所以呢 700的位置 它已经再加上250 那种